我們就來看什麼樣子惠命格的女人 絕不會把男人讓給別人 想都別想 竟我腦都亂動什麼都沒用 會不會太生氣 今天直接嗆聲了耶 所以各位可以看 情人眼裡本來就揉不下一粒沙子 哪個女人會把男人讓給別人 當然 就算爛男人都不一定要讓 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人反而好男人會讓 為什麼他會覺得雖然不照顧 其實現代的人不婚不生 特別多的原因也在這 因為以前婚姻真的是感情的一個避風港寶藏 可是現在婚姻只是感情的煙霧淡 我們騙煙霧淡 很多人說我現在已婚 所以這時候反而 對不對 因此現代的人不是結了婚之後 就什麼事都沒了 所以我們講這句話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你要真的為了感情戰鬥一生嗎 你要一直戰鬥 不是說我結了婚就可以放鬆耶 不行耶 戰鬥力是不是變得很重要 所以啊 隨著時間過去我們戰鬥力越來越差嘛 就變成說孩子又生一堆 我又沒有收入 我又沒有工作能力 戰鬥條件越來越差 如果講起來 女生真的比較吃虧 因為男女都在一起的時候啦 女生很年輕貌美 男生越來越醜了 可是地位越來越高了 地位高的時候 所以剛剛講友誼盡量避免 可是同事怎麼辦 這個問題是不是很難避免 真的耶 而且真的不是你說了算 而且你老公拍的是偶像劇 會進他辦公室的女明星 都是很年輕的 對 很漂亮的 而且直接走進去跨過去 然後到辦公室坐下來聊天 精神的解釋 手機拿起來 真的我一樣大家錄快一點 我等一下要進公司了 是嗎 所以你處理是對的 所以我常在講 愛情就是著了火的友情嘛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這樣 是耶 有這句話嗎 我一直講這句話 愛情就是著了火的友情 只是有沒有火種而已對不對 男生跟女生在一起 一定要什麼 先看對眼嘛 互有好感 先有友情嘛 那著了火之後 他就變愛情了嘛 好可怕 是不是 可是你不能說不要嘛 但是我們就來看夫妻公啦 夫妻公 五曲加上七煞星 五曲加上七煞 你看這個是不是就是 戰鬥力特別強 這就我們剛剛講 很多人可能結了婚 以前說七年之養 現在可能三年就養了啦 好十年二十年 你還要不要繼續戰鬥下去 有人就累了嘛 累了一放鬆了 可能就算了 讓給別人算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 現代的人其實比古人還要累 五曲七煞 戰鬥力很強 是 你看我們不要舉例 舉例怕人家對號入座 我們就講金庸好了啦 趙銘直接跑到張無忌的婚禮 去搶老公 這就是叫五曲七煞 這樣懂了吧 好殺喔 夠殺了對不對 要就要 我直接去搶 你都要娶別人了 不行 所以這就叫五曲七煞 再來 郭靖淳 郭靖淳命盤這邊 我看你夫妻公 我小半仙 看你連真天賦 你爭不過小三的 他對公就有一個七煞 你是怎麼樣啊 他有七煞 他有土比 他明明就有一個七煞了 你還敢說 對不對 夠不夠殺 很殺了吧 想太多 所以再來你可以看到 子為貪婪 你看這兩顆星本質上也就是 為什麼叫帝王之星 是我的就是我的 除非我不要 但是沒有人可以去把它沾上來 所以我們就要去理解 婚姻真的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談感情很容易 那是天性 婚姻真的有太多的事情 是你不去保護它 它自然就會變直 但是像子為貪婪這樣的特質 我不可能讓的對不對 但是這牽涉到也是一種佔猶豫 它是我的 我絕對不會給別人 那再來第一個就是連真 你看還有一顆連真吧 真的 霍君 怎麼可能 這兩顆 對啊 所以你看我題目都還沒開始講 我們進水就先講一堆了 有沒有 宣誓主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不對 可是這確實在婚姻裡面 如果你不宣誓主權 人家你都不在乎啦 那為什麼不讓給我呢 很多人會故意 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連真破均 我隨時隨地都要告訴 一方面是自己要武裝起來 一方面要告訴另一半 你也要小心 真的外面的誘惑實在太多了 尤其越好男人誘惑越多嘛 老師 但這三個他竟然不讓 竟然不讓繼續維持下去 他是盡視前嫌的過一輩子呢 還是慢慢的凌遲 問得好 那就要看有沒有犯事情吧 但是你如果前面先預防了 沒有犯事情 這個問題就簡單了 其實我們也不能講說 男女沒有純友誼啦 也是有的啦 比如說像我們這種六七十歲 人家就除了存有以外 還能幹嘛對不對 還是會有嘛 所以最危險的時候 都在什麼時候 四十歲左右 二十歲也沒有那麼危險 四十歲剛好事業到了 某一個城峰 最忙碌 那時候最容易出錯 那如果辦事呢 如果老公辦事 如果辦了事 這三個也是屬於那種 直接殺掉比較快的 哦 殺破籃嘛 直接殺掉嘛 對 殺無射 桂哥聽到了 哦 哇 皮繃緊一點了